这段外籍看护产子的监视器画面引发讨论 监察委员王又林发脸书说 如果雇主要帮忙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也没问题 若没有能力可以合意解约再找其他移工 甚至质疑事件真卫 让雇主协会出面驳斥 前世有人收容他安置他 所以很显然的雇主现在是没有人 在这个移工离开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另外一个移工可以雇他 雇主协会说这名产子的看护是印尼籍 5月来台9月11号生产 当初检查时拿朋友检体刻意隐瞒怀孕 孩子父亲在印尼 外籍看护工作地点在新竹 预计会把小孩送回印尼 让家人照顾看护会继续雇原来的阿嬷 他不会被遣返 他其实真的是可以把小孩送回去 他再回来工作的 因为他的工作真的什么都还是OK的 他今天并不是逃逸 他没有違反什么样的法规 保障移工权益当然没错 但目前台湾逃逸移工 推估有约8万7千人 在台生产的小孩数量 可能落在几千到万人之间 因此雇主协会说 严正要求卫福部把移工入境要检查的健检项目 纳入妊娠、艾滋和证明没有罹患重大疾病 另外移工要用私人保险 致应在台可能的医疗支出 而非用全民健保 建议争对外籍产业工、看护工 设立不同规定 保障移工人权同时也重视雇主权益 TBS新闻众和报道